我们希望用这种实体的信件展 它很像是证词 我们没听过的故事 不代表它不存在 在经历了翁里友的风波之后 以真实的信骚故事为主题 七排妹郑嘉纯自费办特展 她募集了150个故事 取名38号树洞 跟3月8号妇女节做连结 并将搜集来的信件 放置在展区树洞的后方 大概1月底到2月中 我的私讯大概有超过500封信 那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害 有过经验的受害者们 他想要写给我 但有些人想要写给我 只是想要说出来 他们感觉说出来会让他们好一点 期盼透过自己的力量 再替信骚议题发声 七排妹年初爆发信骚风波 被指控的翁里友 随后开记者会澄清 却始终不愿意跟七排妹正面对职 没想到在这之后 身影了多日的翁里友 又跳出来对外强调 自己绝对没有摸鸡排妹的臀部 更解释当时被爆料说 要帮鸡排妹开公司 或是要私人电话等等 通通都是舞台效果 只是为了要捧他 却被断章取义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场所 谈论他的事情 有点玷污吧 对于翁里友的名字 鸡排妹不愿回应 话里说着玷污 似乎还是对翁里友 有过不去的结 而他也进一步喊话加害者 加害者是有选择的 尤其这个事情 这几个月 你们都有时间去道歉 希望你们可以拿出勇气 认错以及道歉 鸡排妹也表示 展览开销 大约是一栋房子的头七款 这回再替信搜议题发生 也表示希望因此 社会会有所改变 TBS新闻成文红配权 台北报道 网上看新闻 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